其實這個同婚過了 那同治遊行 各黨各派都有參加 但是國民黨顯然 他們這個內部保守的這一些人 是不是還是比較多的 我聽說你是第一位來參加 國民黨的青年軍是不是 對 因為青年團 這是說他是第二次參加 那第一次就是小弟 我那時候在國民黨內部服務的時候 我先講我那時候的狀況 我那時候常常去參加 黨內有很多雜音 可是我覺得雜音是一回事 可是很多年輕人 在國民黨內部的努力 會因為這些雜音而消失了 因為其實過去國民黨的青年部門 對於統治是相當友善的 可是常常會因為 你看我們一部分人參加遊行 然後同時也辦了很多講座 可是一部分那時候呂學章 說一個人什麼教 那是動物人跟動物的互動的時候 完全就壓過去 就是說我認為一個黨 本來就應該會有多元的聲音 這是很合理的 可是這個多元的聲音 不應該分歧在最上位的價值 或戰略上面 簡單講在戰略跟價值上 黨要統一 可是下面戰術要怎麼執行 然後你要實行什麼 那種方式大家意見可以不同 這樣這個黨才會塑造一個統一整體的形象 而國民黨最近一直被人家講說 有一種精神分裂的感覺就是 他在最上位的價值跟大戰略的部分 他沒有統一 譬如說好了 你到底對於這些進步的議題包含 同志婚姻 同性婚姻平權等等的 你要不要表態 你要不要支持 這是上位的價值觀念 譬如說在中美對抗的時候 你的路線還是要親美合中 還是親美反中 這也是最上位的價值 譬如說像林維州 就一天到晚在這個裡面 就是會顯得一個角色最尷尬的 就是他常常知道自己要幹什麼 可是每次講什麼東西 就24小時就縮回來 譬如說林維州 像這次的統治遊戲 林維州也鼓勵黨內同志 就是藍尾一起出席 有些藍尾是很支持 就我知道國民黨內部 包含林玉華等等 對這個議題也很支持 可是問題是黨主席沒有定調 黨主席把它定調為說 是個別的行為的時候 你的黨態度就出不來 你的黨態度出不來的時候 你沒有辦法在這邊拿到 你應該要有的政治認同 或者是政治利益 不管你講說比較算計叫政治利益 比較有價值觀叫政治認同 所以站在國民黨的角度 我認為他裡面常常很多人 我跟他們互動到現在他們說 我們明明就很努力 我們明明就發出很多聲音 可是為什麼社會就是不認同 很簡單 黨內的調子沒有定出來 黨內的態度沒有定出來 黨內的大戰略方向沒有確定 你這個確定之後 你才能依照你這個大的戰略方向 然後不斷去修正你的戰術守則 可是國民黨內部的大戰略方向 為什麼一直沒有確定 很簡單 他們沒辦法拋棄既有的那些 保守派的支持者 比如說像這次國民黨紀念團去參加統治遊戲 裡面黨代表就去罵 你是嫌票太多對不對 這個東西你有什麼好趣 這個確實是國民黨內部的一個聲音 可是國民黨要思考 你如果繼續擁抱這個聲音 你意味著失去另外80%到85%的聲音 這東西是很清楚的算計 那對於整個國民黨來說 我可以理解在你的支持度越來越低的時候 你會非常看重 你在最寒冷的時候還願意跟你站在一起的那群人 可是國民黨要思考 有沒有可能就是那群人害你變那麼寒冷的 你懂為什麼 這是因果的關係 就是你不斷去討好這群人 所以導致你遠離另外一群人 然後你離另外一群人越來越遠的 而且那群人是社會的主流意見 社會的中間意見 社會的大眾意見的時候 你反而只剩下那群那群對你忠貞的人 可是問題是這是互斥的 越來越萎縮 對 這是互斥的 所以國民黨真的要想清楚 不大破是很難大力的 這個之前我們有討論過 還包括他們蹭一個東西叫秋豆 秋豆在11月22號要上街 那裡頭也掺雜了有這個反美株的議題 有國民黨也來參加 你怎麼看這樣子的一個狀況 其實這是國民黨現在最麻煩的事情是什麼 完全不知道自己是幹什麼 在英國泰晤士報每次形容這種政黨 而且是過去英國有很多政黨 消滅了政黨 就用這樣的形容詞 一直找不到跑道的賽馬 不知道自己是什麼 也不知道自己人做什麼 然後當他們講那個黨 後來就不見了 所以這就是國民黨 現在你們的一個處境 你看他們要反美株 其實臺灣對美株是不是有萊豬 對於萊豬是不是有疑慮 是有很多疑慮 可是這種疑慮沒有一票 轉移到國民黨身上去 這才是國民黨要去思考 問題 因為國民黨的訴求 跟老百姓的疑慮 是沒有關聯性的 然後他去參加秋鬥 秋鬥的時候 其實以前秋鬥最早開始 我們知道那種這樣的一個運動 最早他們抗議的對象 就是跟資本主義 綁在最深的國民黨 結果現在國民黨要去參加秋鬥 然後現在年輕人 不過我就覺得 年輕人敢跟黨中央造反 那是國民黨的好事 因為國民黨本來當初的時候 就是十幾二十歲的年輕人 開始才造反的 現在國民黨變成是七十二歲的人 叫做年輕人對不對 我們紅袖數學年華正盛那些 年華正盛這一些人 所以害他們這十幾歲的 都是受精卵 所以都沒辦法在國民黨裡面 產生任何影響力 這是國民黨的一個悲哀 其實國民黨今天 這種狀況是什麼 國民黨自己到底要什麼 到底想要怎麼樣 都不知道 所以就弄得上面到處流竄 而這樣流竄的話 國民黨只會給社會一個形象 散兵流勇 散兵流勇還是好聽的 我們知道說 因為其實國民黨很多老前輩們 都是經過大陸的 當散兵流勇 敗退在戰場之下 那是到處的亂騷亂倒 那只會讓人民更討厭 所以指責 我就奉勸你們國民黨 好好的停下來 好好的談一談 然後呢有一點點決心 把72歲以上的那些年輕人 送入太廟 周末晚間九點進行鎖定 正直到了周末版